在劇中我會和學文Ivan的兒子 其實他已經做過我第三次的兒子 非常之有緣 這個兒子本身真的很乖 他是一個很懂事的小朋友 到現在拍完這麼多劇 他都一直和我WhatsApp聯絡 叫我媽咪 媽咪 你記得多穿衣服我凍 或者聖誕節 新年會和我拜年 每一個學期都會傳他的成績表給我看 那時候我未有寶寶 我已經好像是他媽咪 也感受到如果生一個兒子 真的很開心 到現在生了 我希望我可以培養到兒子 好像學文一樣 真的好像和媽咪是一個好朋友 他溝通 是非常之甜蜜的 其實我沒有期望他是資優的學童 我期望他是一個健康快樂的小朋友 不要給自己太大壓力 當然如果他是比較聰明的 我也會很開心 但是如果他讀書真的不夠好 我相信他也會有另外一些長處 可能他運動很好 我不知道 盡量我們要讓他自由發展 我會這樣 我想十年後的我就不知道 但現在我是一個身手媽媽 很狼狽的 就是完全是… 好像平時的我 我覺得沒有東西是難到我的 就是照顧人 照顧動物也好 大人任何東西 做一個PR 我都很厲害 為何這次真的被兒子考到我了 現在給我的兒子真是很大的考驗 挑戰 對我來說 媽媽也要投降 因為媽媽換片 又試過給你倒茶 倒茶很多次 每樣東西都是… 點點滴滴都是很甜蜜的 其實雖然是很辛苦 媽媽捱捱捱捱捱不能睡 我會不會是一個苦嗎 我相信我不會是辛苦的苦 因為我覺得那些不是辛苦 那些是一些過程和一個記憶 是我和你之間的記憶 我覺得我可能會有一點老虎那種 虎媽 很兇的 因為如果你餓餓豬 我就會很兇地打你屁屁 所以可能我是老虎比虎那隻虎媽 十年後的兒子冬至BB 我當然希望他已經是很高大很英俊 好像彭于硬一樣 然後媽媽會常常都拖著你去看電影 爸爸在哪裡呢 爸爸都在 然後三個人一起去旅行 我希望你是一個很快樂的小朋友 就是經常都笑的 那讀書都是聰明的 還有呢 孝順父母很重要的 我覺得你是一個乖兒子來的 我留意你 那我愛你 比我多給你 我愛你 你次回憶 Allah 你吃好